它不是默认带的 那么当你发现没有的时候 那你当然可以去下一个 然后进行来编 但到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研究 怎么去编这些工具 因为这些我们在前面 已经演练了不少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干嘛呢 你就直接用 apt-get 去装它就行了 对不对 这个大家就知道就行了 到时候如果你输了 Alt-Scan它没有 它会有提示提示信息 告诉你直接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必要 自己再去编了 这个有点浪费时间 我们的重点是研究 怎么去打包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帮助 Documents 进入到官网 Documents 来听没有 这里就有一大堆的 包括介绍啊 这是它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大纲 相关的一些大纲 还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安装啊 这些内容 那么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 我们想看的 如何去制作这样一个脚本 那么在制作这个脚本的时候 它这里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说明啊 但是包括一层一层的 怎么弄下来的呀 然后它比方说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你需要写一个什么什么样文件啊 Config.ac啊 ac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Alt-Config的一个缩写 对不对 或者用Config.in 这两个都可以 那么 重点是看哪里呢 我们来看这样的三张图 这三张图就是我刚刚copy下来的这几张图 就这样几张图 那么我们把这个图看明白了 其他的字都是废话 其他的字跟我们查询就行了 所以我们把原理性的东西给它讲清楚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 那么我们通过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onfig是怎么样来进行生成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先从这这行我们来看 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的原代码文件 就你先写个原代码文件 那么执行一下 这个注意一下 带这种括号的啊 和带这种新的 它不是表示什么 不是表示通费符 它是表示执行这个命令啊 这点很讨厌 你把它当执行这个命令 执行一下AutoScan这个命令 然后会生成一个Config.scan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改名为Config.ac 或者什么呢 Config.in 我们在上面看到了对不对 然后呢 基于这个Config.ac这个文件 以及下面的aclocal.m4这两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怎么来形成的呢 这个文件是aclocal.m4这个文件 怎么来生成的 我们先不管它 下面有图会介绍到 那么以及可能会用到了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表它用括号扩起来的 表示是可选项啊 可选项 也就是说可能可以不用它 然后它我们再去执行一下AutoConfig这个命令 就会生成我们的AutoConfig的文件了 这个大家看明白没有啊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也可选的 要生成一下AutoHeader这个命令 去生成我们的Config.h.in 这样的一个文件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步骤啊 就是我们已经生成了我们的Config 以及我们的啊 已经生成了我们Config和Config.h.in 这样一个头文件的入口文件啊 叫H 好 那么这个之后呢 如果我们后面在编译这块的处理 就makefile这块辅助配合 那么我们会用的是AutoMake这个工具 我们就还要执行下面这些步骤 就是那我们先调用调用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地的这个红的展开 我们调用ACLocal 调用ACLocal这个命令 去生成我们的ACLocal.m4 这个就又关联到这个地方来了 对不对 关联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m4怎么生成了呢 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知道 然后我们再去编编写一个 makefile makefile.am这个文件 你看我们有这个makefile.am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大家注意一下 它不像其他文件 它没有告诉我们通过什么命令来给它生成 所以这个文件 我们是手动去编写的 手动去编写 再结合我们之前的这个config.ac 或者config.in 我们执行一下automake这个命令 最终生成了我们的makefile.in这个文件 好 现在我们就有两个文件了 一个叫configure 一个叫makefile.in 这两个文件 然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 我们是来生成我们真正的可用的makefile 相关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面 那么有了这个makefile.in 又有了configure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调用我们的configure这个文件了 去执行这个系尔脚本 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他会去找我们的makefile.in 就是这样的一个依赖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流程其实就是我们以前在调用configure这个系尔脚本的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他就会去找makefile.in这个文件 这个in文件是刚刚我们由automake所生成的 对吧 然后呢 可能他还会去找我们的configure这个头文件点in 然后最终生成了我们的configure.status这个文件 会生成这样一个文件 并且再继续生成 再继续生成我们的makefile 以及我们的config.h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最终 我们就生成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make了 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从配置到最后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演练 这个刚刚这个过程有点复杂 但是无外夫 都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五个步骤 好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练 在这个演练过程中 涉及到一些配置的文件 包括一些红啊 一些参数 我们不明白的 我们还是通过帮助来查 对不对 我们建一个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夹 叫democonfig吧 我们在这里建一个hello.c 相当于就是一个原代码 对吧 我们给他写一点很简单的代码 printf py configure ok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原文件就生成了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事情 首先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生成configure 这个文件 那么生成configure 我们怎么来生成呢 根据这个我们来看 先直系一下 all scan 直系一下all scan 当然关于all scan 怎么去用 大家是不是还是可以用帮助来看一下 对不对 包括你如何去指定他的这个文件夹 如果你加了一个例啊 就是可以去指定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包含了哪些文件夹 如果你不加的话 他默认的会去查找当前文件夹 及此文件夹 ok 我们就不去演练了 好 我们先执行一下all scan 我们先注意啊 大家每一步都要注意 我们会多了哪些文件 在当前文件夹下面 我们先执行一下all scan 进行扫描 扫描完了看多了些什么文件呢 多了一个all scan log 这只个log文件 我们不用太关心他 重要的是 生成了一个configure.scan这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我们打开他看一下啊 你看这就有很多的红 这些啊 这些大家可以可以看作是一个函数 但其实就是下脚本里面的一些红啊 那么这些红的解释是怎么样呢 我们当然可以通过大概的意思来看 你看ac呢 就是all config 也就是说这个是给all config是去使用的 对吧 那么all config的初始化 那么初始化下面 这个里面是一些什么内容呢 包的名称 版本号 还有如果有bug了 发到哪个邮件里面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的一些原原代码等等等等啊 这是输出啊 所以那么这些是怎么去做呢 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去查询啊 包括去什么ac去查询他们的这样一些命令啊 比方说output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都可以去查到啊 那我就我就不带着大家一点点去找了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会去加入到我们在这里给他我先退出啊 而这个aut scan其实不是我们最最主要要用的对吧 呀那个图跑哪儿去啊 找到那个图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了这个scan之后 他告诉我们把它改成.ac或者改成in 两个文件都可以啊 两个扩展名都可以 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改一下吧 moveconfig 然后改成.ac或者in 为了方便大家跟着这个图对照 我就改成ac好了 好 那么就改成ac了 下面呢 这个ac还不不够啊 我们去要对他进行一个编辑 要给他实际写好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文件 你讲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给他起个名字 对不对 比方说我就给他起一个叫 把它删一下 这里面他默认给我们参数是三个 第一个是我们要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名 第二个是版本号 比方1.0 第三个是如果出错了 把bug报到哪个地方 那他就是个邮件了 我就写上我的邮箱例子 好 那么这些都是一样的 对于大家 但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他有一个config的headers 但这个你可以不用他 你不用他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少了这样一个步骤 我们就少了执行他的这样一个步骤 对吧 我们试一下 我们先不用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用警号把它注释掉 这个是我们的share的一个注释的符号 大家之前也大量的看到 对吧 我们用警号来进行一个注释 好 那么这些都无关紧要 然后重点是一个输出 将来这个程序 它的一个这个配置 配置程序 就是我们的调用config 它的一个输出是个什么样子 是我们的makefile文件 是makefile文件 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要添加一步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添加一个我们的aclocal的这样一个红 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aclocal网站去查 然后添加一个红 这个红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am 我都不记得名字啊 我也不会去死尽被的 am am init automake am init 注意大写啊 automake 就表示最后我们需要使用我们的automake这个工具 automake这个工具给它生成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同样的传入它的一个版本 跟上面的acinit acinit这里的传入参数 类似啊 am是什么呢 就是automake的缩写 这样就容易去理解 automake在初始化的时候啊 这样的一些 好 我们这样就配置好了 我们保存退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再有这个图又不见了 算了 我们看这儿吧 一样的 这是我刚刚把那个截图截过来的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刚刚在帮助文档上面看到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ac文件的之后 我们就要去生成 把我们的红展开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头没有用到我们m4的一些红的话 就没有用到我们m4ac local的一些红的话 那么其实他可能我们调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他不会出现啊 不会出现一些额外的这样的一个ac local m4 但如果用到了 比方说我们刚刚那个am那个就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红 那么如果用到了的话 他就会多生成这样一个文件 那我们来试着调用ac local把这个文件给他生成 这个文件我们在holdconfig的时候会用到啊 ac local OK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多了一个文件 对于我们红文件的一个展开啊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 在后面我们还会去详细的讲这个share 详细的讲share 那么他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ac init automatic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实际上就是把他给我们展开了 就把他来给我们展开 好 有了这个m4这个文件了之后呢 我们看由他再加这个m4 然后调用aut config 那么由于我们刚刚把那个投文件给注销了 我们我们这里头没有什么需要关联的这个投文件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调 autfader 我们直接调一下aut config aut config 生成我们的config这样一个文件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的config是不是就生成了 那有的人就会很高兴说 哇 config生成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不能用啊 他告诉我们少了什么install share啊 这样一些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在通过config的时候 还需要这些share脚本 还需要这些share脚本 那这些脚本怎么样来做呢 是由我们的automake所完成的 是由我们automake所完成的工作 好 那么这一步我们至少aut config是有了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干嘛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 makefile.am makefile.am 然后结合我们的automake这个命令 去生存我们的一个makefile.in makefile.in 好 makefile.am 我们怎么样来建立和编写它呢 我们就看一下automake的帮助 好 这个就是automake的帮助啊 那么它在这里会给我们讲到很多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下来慢慢看啊 我之前是详细的看过这些文档的 包括我们通过automake所生成的这个makefile文件 里面带有这样的一些规则啊 什么makefile.in store啊 它的每个的目的是干嘛都不一样啊 每个的目的干嘛都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常规的啊 比我们以前写的要详细的多 好 那么我在这里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要去建立一个这个am 那么这个am它里面的内容 你可以参照这个来进行编写 参照这个来进行编写 bing下滑线programs等于 这个就是我苗命名的这个程序 然后他用到原码 你看这个程序的名称下滑线 再加原码 下面就跟上你所所包含的原代码程序 下面这个是他需要去引用内库的一个路径 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要用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了 这个textinfo信息的一些东西 好我把这两行给它copy过来 我们来试着比对一下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建一个 makefile.am am就是automake的缩写啊 这些其实不用死尽被啊 好我们来把它进进一个copy bingprograms 我们要生成的程序名字叫hello 然后hello的原代码sources 等于我们的hello.c 我就写这两个就行了 看一下够不够啊 当然它还有很多的这个配置啊 大家可以通过automake自己来学习 自己来学习 还有很多的配置信息啊 什么多语言啊等等 有很多包括对lake的一些支持 好这个am就有了 然后呢 我们说怎么生成makefile.in呢 调用automake方法 然后但是在调用automake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一个小小的提示啊 你看它就会告诉我们缺这个缺这个 这些文件主要是install share没找到啊 这就是这不就我们刚刚要要的吗 刚刚在执行config的时候也说没有这些文件 install也没有找到呢 所以他就建议我们加上admissing 就是添加我们丢失的这些文件 我们看一下 automake admissing 加入这样一个参数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就没什么提示了 对吧 是不是这些文件就生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文件就生成了 什么install啊 install-share啊 这是我们后面要用到的一些share脚本 好 那么下面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的makefile makefile.in 但makefile.in没有给我们生成 原因在于什么呢 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需要我们在安装这个install的时候 他说他需要一些这些文文本文件 就我们在商业发布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最新信息啊 readme啊 还有作者啊 还有轻机log啊 无所谓 这些文件你当然可以去剪建立一些文本文件 你也可以直接建立一些空文件 表示有就行了 news 当然你可以去修改install 把这里注销掉 不让他去检测这些文件 但是从规范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建立它 change log OK 这些文件我们就给它建立好了 我们再调用一遍 OK 这次就没有什么提示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文件越来越多了 你看makefile.in 是不是就生成了 下面我们有了config 又有了makefile.in 那么这个神圣的时刻就来了 对不对 我们就就可以调用我们的config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就会按照我们的这个图来说的话 我们调config 那么他就会根据我们的makefile.in 根据我们的makefile.in 以及他本身去生成我们的config的status 然后最终生成我们的makefile 我们来看一下 OK 大家看config.in status 是不是生成了 最主要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的makefile也生成了 解决 没有 我虽然有什么